如果没有问题我们就继续主要的部分 那接下来的部分各位就会需要做练习 那首先这是一个 那个类似电子白板的画面 但是我们平常老师上课最常用的 其实是厂商居里的电子书 对不对 那所以如果你要利用 你要使用这些功能 但是我又要用电子书上课 对不对 那我要用电子书上课的时候 我就会使用这一个 这最上面有一个Windows的图案 你可以切换 点一下之后它就会切到你的电脑画面 那工具列一样会保留在这边 工具列保留在这边 然后现在呢 现在的画面就是你的电脑的画面 所以这时候你就可以去 比如说打开你的电子书 打开你的教案 然后你就可以开始去做教学 那如果遇到有需要做一些标示的 或者讲重点的时候 这支笔还是可以用 所以你可以点一下这支笔 我要用红色 那我就在这上面跟 小朋友要做什么事 注意这个地方 就可以在上面做解说 写字等等都是可以用的 那橡皮擦一样是可以做清除的动作 那这一个是全部清除 那所以你可以选笔 选笔然后选颜色 然后调整粗细 然后在上面做一些画剂 那这里面 除了刚刚那个最简单的笔之外 然后这个也是另外一种笔 就是水彩笔 然后它也有荧光笔 荧光笔比如说这里很重要 我把你画起来 然后另外 另外这一个叫做雷射笔 雷射笔跟荧光笔有一点不大一样 就是荧光笔它是可以一直画 然后那个荧光的颜色会一直留在上面 但是雷射笔 它一次只有聚焦一个重点 所以比如说你在带学生念课文的时候 安装与登录 然后检视云端 环境介绍 不晓得各位没有发现 你在画下一笔的时候 上一笔就会消失 所以它只有focus一个重点 focus一个重点 这是前面四种笔的部分 那AI笔的部分我们待会会再讲 因为这个部分比较功能比较多 比较复杂 我先把这前面大概说明一下 所以你就可以利用 刚刚那个Windows切换的那个按键 切换到你的现实 现实的那个场景 去操作你的电子书去做说明 那如果你要回来刚刚的画面呢 我们现在是在比的画面对不对 那如果你要让它变成 变成那个滑鼠游标 你就要点那个滑鼠 这里有个滑鼠 因为你刚刚 你有发现如果你选了笔之后 你现在在上面做的动作都是画笔的功能 所以基本上那个Windows下面的东西就不能动了 但是如果你要回去操作电子书对不对 你就要回到滑鼠的功能 所以你就点一下滑鼠 你就可以继续去操作软体的功能 操作软体的功能 去操纵你的电子书 上一页啊下一页啊 等等等 那需要说明你就再点一下这个画笔的功能 再去做助记做说明 然后回来操作萤幕的画面 好这个是平常我们如果说老师就是很习惯使用厂商给的电子书 我们大概就是会这样子去处理 这样去处理 那可是如果你有自己做教材 做在这个MyViewBoard里面 那我们就会使用MyViewBoard的黑板 所以你可以点回来 他就会切回去到MyViewBoard的黑板上面去 那所以如果你其实是可以把那个教材做在这里面 上一页下一页去做说明 所以就看各位老师 如果你刚开始还没有想要做讲义 没有想要自己做教材 我们就是使用这个Windows切换的功能 在这边直接用你原本准备好的教材去上课 那这边就会多了一些功能可以让你使用这样子 那当你想要回到就是那个MyViewBoard的白板 你就可以点这个地方回来 目前各位老师 我们给各位老师两分钟试一下 那如果有任何问题 请你可以在讯息列或者直接开麦来询问 所以如果各位老师有两个荧幕 两个画面 这样一边放MIT的学习画面 另外一边就是可以操作 这样会比较顺一点 那只有一个画面的老师就比较辛苦了 你要在两个页面做切换 那么接下来 我们这下面有很多功能 有些功能还蛮劲爆的 蛮好用的 我先讲一下几个 先把它大概介绍一下 第一 这一个是做无线投影 视讯会议用的 那因为各位就已经使用MIT了 所以这个我们就先跳过 那这个功能是录影跟画面截图的功能 那各位的MIT 因为权限的关系 那个录影的功能已经被收回去了 那线里面有提供那个新的教育部给的权限 如果你有进去登录的话 他会有一个go.edu.tw的 那个新的Google的账号给你 那用那个账号去开MIT 是可以录影的 这是第一件事情 所以如果你需要这样的一个功能 我的讲义上面 我讲义在参考这边 这边有一个花连线的这个资料 你把它点进去看 你从这个QA文件进去 他会有一个连结 有一个连结 你从连结点进去之后 然后他就可以帮你直接开通你的go.edu的账号 然后这里有一个启动码 他应该会问你这一个 那所以你把启动码key进去之后 你的那个另外一个账号 教育部给的那个账号就会启动 那你的MIT就可以录影 好 那如果说他的 因为教育部有跟他买到买几万个账号 那如果说那个权限都已经被人家用掉了 那我们就一样也不能录影 就是没有多的权限 那这时候怎么办呢 我当然我个人习惯是用其他的 就是我自己是用这个OBS在做录影 那他就万用 不管你用什么软体就是可以整个录这样 那如果你没有习惯OBS录影的 那你就可以 其实也可以使用这一个部分 所以你就点进去 这边呢 这一个就是录影 录影功能 他会把你整个画面 整个荧幕的画面都录起来 所以你就是开始教学之前呢 你就点一下这个录影 点一下录影 它就会出现这个功能表 那这个就是 带声音 所以你把声音开最大 带麦克风的声音录进去 然后呢 这个是指定你的 你要假使你有双萤幕 你就要去选我要录哪一个萤幕 所以我就点选萤幕2 那我当我按录影的时候呢 选完解析度 他这边就会出现那个321倒数 他数完他就开始录了 所以这时候你就开始去讲解 讲解讲解 讲解完之后呢 按停止 他就会把它存成录影档 存成录影档让你去 这边有一个存档的按键 你就可以把它存起来 看要存在哪里 自己选好就可以了 所以他也提供桌面录影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的MIT真的不能录了 这里可以救你 这里可以救你 所以这是他提供的录影跟桌面截图 很简单的 这个应该就不用特别讲